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踏过三千里明月 观察节 公子 你看那边 没有相当 看一看 真好看 姑娘 你还没给银子呢 找我家公子要 他有钱 不用找了 谢谢 谢谢 姑娘 有什么喜欢的可以随意挑选 京城可比这里繁华多了 怎么不见你有这般性质啊 大理寺的公务那么繁忙 哪有时间逛街啊 我在京城担惊节律可都是为了公子啊 你要好好报答我才是 好好报答你 如何呀 有点歪了 好了 好了 踏过三千里明月 观察节 看过人间的风雪 与你相约 隔着星光仍相畔 任思念几万次更变 我陪你守着盛世安怨 两位 你们到底买不买啊 这么温柔的脸 可不能给这些鬼脸丑面具给折了去 你说这江南市景如此繁华 一点都不像受了灾的样子 肯定有人在隐瞒灾情 汤葫芦 汤葫芦 公子 你一串我一串 给 谢谢公子 不用着了 谢谢公子 我明白了 公子不肯买两串是因为江南水灾物资短缺 所以公子想跟我吃一串 这么珍贵的食物 为何那么容易就能买到啊 我们去米铺看看吧 好香 两位客人 要买点米啊 对 老板 来一袋糙米 一袋 这位客人 你买的可有点少啊 一袋还少 都够我们父亲俩吃小半年的了 两位是外地来的吧 其实你们有所不知 我们这间店 平日里只供应大户人家 想闲散的买卖 咱们不想卖 这客人也舍不得买呀 你日嫌自家粮太多呀 对了 就是粮食多 老板 尽管报价便是 二两银子一袋 是二十两银子一袋 二十两 这么贵啊 算了 我们去别处看看 走 穷鬼 过几天就饿死你们 江南遭遇了天灾 受成千家 可这里的商人却有大量余粮 这显然不正常 殿下知道还有更不正常的吗 这些米中都夹带了许多灰尘 都是陈米 这应该都是棺藏中的粮食 因为封年收 灾年阵 才容易积压成这样 走 回去商量商量 去哪儿啊 这不那么长的街还没逛完呢 眼下还有什么可逛呢 既然殿下已经见到了江南的盛况 是否也应该去看一下另外一面了 是 那些灾面 想必都被驱逐到城外了 里面